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 我们定义一个物种是否灭绝 有一个标准就是50年 如果50年没有再发现一个存活的个体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物种已经灭绝了 一个50多年被我们重新找到了 也证实了自然界这个物种 它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 恢复的一个能力 也增强了我们今后对生物保护的一个信心 另一方面来这个物种的再次发现 它也给我们科学家提供了 一些珍贵的宾微物种的一个基础数据 同时啊 它也印证了整个峨眉山近年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